我們現在從那個題目來去了解我們到底會多少了 好了沒有 好了 來 那個第一題喔 在一輛物體接觸時呢 它的熱能的傳導方式怎麼傳過去的 溫度較高 是溫度高傳給溫度低 還是熱量大的傳給熱量小的 熱量大 答案是溫度高的 我們剛剛有講嘛 它是上次講的啊 我們熱的傳遞方式是高溫傳給低溫 不是熱量大的傳給熱量少的 跟熱量沒關係 是溫度的關係 所以答案選的是C 溫度高的傳給溫度低的 好再來第二題 豬 為什麼要退 將燒杯每次分別裝40公克60公克80公克的水 在同一個電爐上 5分鐘 然後呢均沒有沸騰 盒子的溫度上升會比較多 是豬吧 它有沒有給一樣的熱 有啊 因為它戒指一樣對不對 哎那個 你把那個公式寫旁邊 我們看一下 我們說熱量公式 H等於什麼 MS MS MS跟 GETA B 好來 好再回憶一下 什麼是H H是熱能或是熱量 或加熱時間或卡 都在H這個位置 注意哦 加熱時間一樣放這裡 我們在看題目的時候 加熱時間 加熱時間屬於H的位置 加熱時間 熱量 卡 都在這一邊 那什麼是M M是質量 質量啊 一般是公克 好 再來什麼是H 比熱 這個呢 溫度 你看這裡哦 他說每次分別裝40克 60克 80克得水 在同一個電爐上加熱5分鐘 我跟你講 你加熱5分鐘H會受影響嗎 不會 你是不是三次的熱量都一樣 所以這個不會變 這個是固定的 那水比熱有沒有一樣 有啊 水比熱一樣 這也固定了哦 固定之後注意看一下 這兩個什麼比啊 成正比 正比還反比 反比 有沒有講過在等候的兩邊做比較反比 它會成反比 反比什麼意思 反比就等於反比 一個大 一個 你質量越多的溫度變化比較 小 我 質量比較小的溫度變化就比較 大 因為他題目有說都沒有沸騰 然後問你說誰上升的最多 是不是這個誰最多 最大 這個越大這個怎麼樣 越小 答案你挑小的 所以答案選哪一個 答案選的是A 好所以把它抄下來哦 把你的思考方式把它抄下來 幫你回去看不懂 為什麼會這樣選 同一個熱源呢 每分鐘供熱相同 連續加熱20度C的某液體 3分鐘 溫度上升到30度C 如果再繼續加熱6分鐘 溫度會上升到幾度C呢 對 這在說為什麼會打 所以我打一次再好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你剛剛有在看題目嗎 沒有 對 為什麼都不知道 當然打 來 題目看一次 好痛 還在換手 還在換手 手太好看了 他皮老是好看的 在打 為什麼 污衊我 哈哈哈哈 這是第二啦 來 再看我題目看一次 它說同一個熱源哦 每分鐘的供熱都相同 連續加熱20度C的某液體3分鐘 溫度上升到30度C 如果再繼續加熱6分鐘 它會上升到幾度C 好 三分鐘會怎麼樣 從20變多少 好 三分鐘來 三分鐘 會從20到30度C對不對 所以 每三分鐘上升幾度C 10度 每三分鐘會上升10度C對不對 對哦 對 他說 再繼續加熱6分鐘 那我問你哦 6分鐘是3分鐘的幾倍 6分鐘3分鐘兩倍 那你說3分鐘會上升 會上升10度C的話 那6分鐘會怎麼樣 上升20度C啊 會再上去20度C 再加20給他 所以 呃 呃 從30再加20啊 就變50了 所以答案選擇是 C 好 這樣沒問題 這樣沒問題哦 好 因為這個熱量 你這邊條件都沒有改的話 這兩個會成正比啊 你的熱量跟溫度變化會成正比 加三個燒杯分別裝入10克 40克 70克 溫度都是20度C的水 放在同一個熱源加熱5分鐘 它的重點是三杯都沒有沸騰 沒有沸騰哦 不是 那哪一杯水它吸收的熱量會最多哦 最高 越高會吸收的越多 來我們把那個條件畫出來好了 一四題哦 哦 好舒服 你看哦 它有沒有放在一樣的加熱器 有 有 把那個放在同一熱源加熱 同一熱源化鮮化起來 同一熱源 是不是給一樣的熱量 對 一樣的 那如果你都不考慮熱三濕的話 又三杯都沒有沸騰 這三杯水溫度變化是會不一樣 對 一定會不一樣 因為質量越少了溫度變化是不是越大 對 但質量越大的它的溫度變化就比較 小 但是也都不會影響他們的吸收熱量 會一樣多 哦 為什麼會一樣多知道嗎 因為是同樣的熱源都加熱一樣的時間 所以這三杯水都會吸收一樣的熱 這就不用去做計算了知道嗎 因為它給的是一樣的加熱器 然後提供一樣的時間 那三杯水都沒有沸騰 所以它的溫度變化雖然不一樣 可是最後熱量是一樣多的 因為它是一樣的加熱器 上個題目是為什麼 它是溫度的變化 所以有變的是怎麼變 這邊會變 這邊會變 這邊不會變啊 一樣的加熱器這邊本來就不會變啊 它是問這邊的位置啊 所以答案是一樣多 它會給一樣的熱量 這樣聽懂嗎 你可以跟上一題做比較 我們剛剛上一題不是 它是溫度的比較嘛對不對 那我問溫度的時候 當然啊 因為這也固定的 水比熱都一樣 水比熱一樣哦 你這邊也都一樣哦 這是固定的哦 這兩個是不是 成分比的關係 所以 質量越小的溫度變化是越大 可是它不是問這兩個東西 它問什麼 它問誰的熱量比較多 那是固定的啊 因為是一樣的加熱器啊 一樣的系統啊 所以三杯水只要都沒有沸騰 它給的熱量都會一樣多 所以答案選的是豬哦 這樣分得出來嗎 然後第五題是B嗎 它說那一杯五十克的水呢 一杯五十克的水吸熱後 它的溫度從二十五度C上升到五十度C 若再提供八百卡的熱量 可以讓這杯水上升多少度C 一杯五十 H等於八百卡 好你現在是要給他八百卡熱量 你就寫個 你看你公司照白哦 H的意思是什麼 MS跟迪恩塔T 它是白的 好這個 八百卡的位置要放哪邊 H 放在H底下吧 H這邊要放八百 八百就會等於 食量呢 五十 哪裡有五十 那個 一杯五十克的水對不對 所以五十 五十要放這裡 這要放五十 水比熱多少 都是一 我們剛剛前面好像沒有講 水的比熱都是一 水的比熱 一般沒有特別指定水比熱都是一 水的密度也是一啊 比熱也是一 好 這比熱是一 在尘上 這答案是沒有 尘上溫度變化的第二塔T 所以八百克的水 會讓五十度C的水 八百克的熱量 會讓五十度C的水 做一些溫度的變化 變幾度C 把五十一罐除五十 八百除五十多少 十六 所以他的溫度變化 會變化出十六度C 那你是給他熱量嘛 所以他溫度會怎麼樣 會上升 再給他加十六度C 所以把他五十再加十六 所以答案是多少 所以答案是六十六 你說對了 這呢是H等於MS 第二塔T 好來 那其中呢 所謂的H是熱量 熱量 M叫質量 S叫比熱 第二 可以哦 他好說用同一個熱源對不對 同一個熱源問你哦 哪一個是固定的 對H H把框起來 這個是固定的哦 因為他的熱源是固定的 H是固定 熱源是一樣的 同一熱源 所以H把固定下來 好再來 加熱不同質量的加一兩杯水 所以M有沒有一樣 M沒有一樣 不一樣 可是水的比熱有沒有一樣 有啊 把框起來 這都固定的 框起來是固定的 所以代表說 你的質量跟溫度變化成什麼比 自己再寫一次來乘反比 好 乘反比哦 好了沒有 好 寫乘反比之後 你知道嗎 他的上升溫度比幾比幾 2比3比2 3比2 來這是溫度比哦 3比2的反比你要怎麼寫 3比2的反比怎麼寫 2比3 兩個數的反比可以直接反過來寫2比3 但三個數的反比你要寫倒數比哦 這樣懂意思嗎 2 兩個數的反比可以倒過來寫 叫2比3 但三個數寫反比的時候要寫倒數比 這樣懂意思哦 所以他的反比呢是2比3 沒錯2比3 代表說 你的溫度比3比2質量比怎麼樣 叫2比3 如果質量比2比3的話 他有說加幾克嗎 加200克啊 那就加寫200了 乙又不知道乙色X啊 所以乙多少 按照比例放大幾倍就好了 100倍嘛 對答案300 所以X答案就300 內層內外乘外 對或者把它直接乘100倍 可以啊可以內層內外乘外啊 這樣問題 你歪歪 這樣清楚嗎 所以你只要把他的 因為他的實驗塔 跟他的那個質量是 對 所以他的3比2要變成導數比3 對 所以他的溫度比是3比2的話 導數變2比3 所以相對的m如果是3比2的話 也要反比變成2比3的實驗塔 對 所以溫度比2變成2 會導過來 這樣乘反比啊 反比就是兩個數可以倒過來 那如果3格塑膠其實導數比 好 再看那個 被質量為200克 溫度為60度C的水 放在空地中降溫 若不考慮水蒸發時質量的變化 這叫水蒸發質量它不變化 聽不懂什麼意思喔 他說當水溫降到25度C時 大約散失多少卡的熱量 這公式最單純的 這個計算題很簡單 來 對 你就把公式默備一次 熱量公式啊 H S 第二塔P 第二塔P 什麼是m 來幾克 熱量 熱量的 200克 好了 M是不是200 確定齁 不對 對啦 所以 所以 m是幾量嗎 200 那比熱多少 比熱是沒有 1 所以比熱是1 放1 再乘上溫度變化 溫度變化 對 -60-25 -35 -35 所以200乘多少 -35 200乘上35 答案就是 -7000 好 所以它這溫度會 7000 熱量會散失7000卡 所以答案選的是B 有沒有覺得很簡單 來 三根相同的四管 條件上的四管 分別剩有甲管10公克10度C 儀管20公克20度C 餅管30克30度C的純水 再以發熱率同為 每分鐘120卡的三個瓦斯爐 分別同時均勻加熱 若熱量不消耗的話 哪杯水會先沸騰 -同時 -同時 有沒有認為什麼 為什麼認為同時呢 -因為 -還是冰暖 -它是從一個使用 -相同的兩管中 -那個相同的兩管中 -我問你喔 -這三個四管的條件有沒有一樣 -有 -哪裡條件一樣 -四個四管中 -然後這樣 -然後三個 -他只有前面說條件相同 -然後說四管本身條件相同 -但裡面裝的水有沒有一樣啊 -有啊 -還不一樣 -你題目跟我題目不一樣耶 -我題目寫不一樣耶 -可以嗎 -它是寫甲管幾克 -甲管10啊 -欸 條件不一樣的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都一樣 -說四管本身是一樣 -都一樣造型的四管 -叫條件都一樣 -但裡面裝的水是不一樣的啊 -對不對 -好看喔來 -甲管裝多少水 -10 -裝10克的水幾度C -10度 -寫錯了 -10克的水10度C -10回了 -然後再來 standpoint -5體方操作水辣 -有stecu -20克幾度C -20度C -那比呢 -30克幾度C -30度C -好你要這樣算喔 你分別去求 他們到沸騰的時候 需要多少的熱才會沸騰 -來怎麼求能量公司h -h h -x -ela datama -the m就是 -10 S呢?1 溫度變化來 沸騰成幾度C? 100度C嘛 100度C沸騰,100去扣掉10變多少? 90 乘以90,所以你的這個甲管要沸騰的話 需要900卡的熱量才會沸騰 分別在求乙的 這H甲 這是H甲,甲的熱量 那H乙呢? M420比熱是1,乘溫度變化 20到100,怎麼樣? 變化80度C,乘以80 1600卡,所以你發現 如果你的乙飾管要沸騰 要熱量1600卡才夠 換柄的,來,柄怎麼求? H甲的話呢 它的質量30克,比熱是1,溫度變化 30到100這樣,變化70度C 你有沒有發現它要更多? 現在到底是要熱量多的先沸騰,還是要少先沸騰? 給你一樣的熱,熱量越少的先沸騰啊 它900卡就沸騰了啊 所以答案選的是假 這樣知道嗎? 好第九題喔,看題目喔 好這題呢,它考的是熱平衡的喔 熱平衡的喔,來,第九題很特殊,答信號 第九題是重點考題喔 這超級棒棒題耶 它考的是熱平衡的 很重要的一題喔 好了嗎? 來,你看它聽我怎麼說喔 它說呢 它想要調出 40度C,適合飲用的溫開水 可是呢 它的杯中呢 已經有20度C冷開水100毫升 熱水平的出水溫度是80度C 如果不計熱量損失的話 它需要加熱水多少毫升 你把題目整理一下,你到底有什麼資料? 它有20度C的冷水幾毫升? 100毫升 水100毫升等於幾克? 100克,你要自己換過來了喔 因為水的話 1CC等於1毫升等於1立方公分等於1克 全部都一樣 都一樣的單位喔 所以100毫升是100克喔 它是冷水 20度C有100克 好,再來 它的熱水平出水 是80度C 幾克知道嗎? 這就要問的嘛,不是嗎? 它說要調成40度C的溫水啊 那它問你說加熱水加幾克,幾毫升嗎? 不知道是X好了 X毫升就X克的意思喔 好,這個時候呢 來 我教你這樣寫,很簡單喔 熱平衡的時候 它如果不考慮熱量善失的話 高溫的放熱 高溫的 溫度高的,抄下來喔 溫度高的放出的熱量叫高溫放熱 會等於溫度低的叫低溫吸熱 所以這裡就可以相加除二了 不能相加除二 我再說一次喔 不能相加除二 這個是我們在寫公式的時候的唯一的準則喔 就是說 你在達到熱平衡的時候呢 高溫所放出的熱量 會等於低溫所吸收的熱量 叫高溫放熱等於低溫吸熱 好嘞 開始練習了喔 高溫放熱,高溫是哪一個 高溫是八度吸熱 所以 公式一樣在這個喔 H等於什麼 MS DiT 我剛剛說要算熱量對不對 來,高溫的幾克 X 好,X克嘛 所以 X乘上水比的多少 1 乘上溫度變化 它的理想溫度幾度 題目有寫啊 它的最後希望能夠把它變成40度吸熱 對不對 那我問你喔 從80變40 這要寫乘以 乘以80 減40 乘以40 所以 高溫的放熱 等於低溫的吸熱 低溫的是哪一個 是不是這一個 M多少 M多少 M M叫質量 單位是課研 你要找它 好,所以要100 100乘上比熱1 乘上什麼 溫度變化 你從20變40 20 再乘上40-20 好,把它整理一下 來 80-40 40乘以X 叫做40X 等於 100乘20 200 2000 2000啊 2000啊 所以S答案多少 50克 可是那水的話 50克等於什麼 50毫升 幹嘛加40啊 這個答案就是它的質量的喔 就是我水要到50克出來 熱水要50克才能夠 達成熱平溫變40度C 有這答案嗎 有啊 A 好,所以答案選的是A 這樣會不會 這要熱平溫 這很重要喔 這學起來喔 好,記得是高溫的放熱等於低溫的吸熱 好 好的